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山西平遥的一个小村 我们今天所在位置是一个千年古寺 它这里就是双陵寺 整个寺庙的像一个城堡 而且里面有很多珍贵的柴树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走过一个山门 这是一个窑洞式的山门 走进之后看到的就是一个天王殿 这天王殿和里面所有的树像 它是为明代 最外面我们看到的是四大金刚 非常的威武 它这里一块扁是为清代舍利 这座大殿还有这座寺庙 它在明清两代是多有重修 我们看这个四大金刚的彩树 现在因为年代久远 它外面的彩色是已经脱落一些 四大金刚全都手拿法器 然后是怒目相对 非常的威严 保存也是比较的完整 进来大殿之后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尼勒佛 这就是尼勒佛之前的样子 没有后来那种大度偏偏的样子 它上面这个镂空的背光 雕刻非常漂亮 它全都是立体的 是浮雕 最上面它有这个火焰 有这个二龙 在以前这所有的书像 它都是有彩绘的 因为那年代久远 是已经脱色 它这座大殿的背光 也就是这座寺庙 所有的背光 雕刻的最繁琐 最精致的这里 在大殿尼勒佛两侧 是八大菩萨和四大天王 进了三分之后的第一座大殿 就让我十分近汉 它的主座就是 端座的就是尼勒佛 尼勒佛造型和以往的大度尼勒佛 是不一样 它后面的背光是十分精美 在这个外侧 它是四大金刚 怒目相似 手拿法器 在我们大殿礼墓 它两侧是八大菩萨 还有四大天王 靠近这个门窗 它是四大天王 并排而立 十一川铠甲 十分的威武 手中法器 也是有的是幽黏的旧远 有的是丢失了 然后两侧呢 就是分别是 有四尊菩萨 雕塑呢 是十分的精美 然后呢 在这个尼勒佛 它莲花座的两侧呢 就是梵天和地势 也就是它的一个护法天神 整个的寺庙呢 它非常古朴 最早呢 它有这个1500年历史 但是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一些塑像 还有一些 见证的大概 就是明星所见 它历代呢 都有这个重修 在最早呢 这个双灵寺 它叫中都寺 再后来呢 在宋代 才改为这个双灵寺 它整体大殿呢 都是唯一一个红色 非常漂亮 这里呢 就是这处市面的 一个主殿 四家殿 在它两侧呢 有这个地藏殿 土地殿 还有一些切蓝殿 罗汉殿 在它主殿 所供物呢 就是四家佛 我刚才到里面 所看到的 是一尊很大的四家佛像 端着在这个莲花宝座上 在它后面的背光呢 也是有这个贴金 非常精致 在它石头呢 也是有些这个树像 在我们以往 看到的一些佛像的石头呢 是关于佛像的一些壁画 它这呢 不是壁画 全都是一些三十塑像 它主要是 它两侧呢 是有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这个四家如来 它的出生 和它称佛之前的故事 在它另一侧呢 是它这个 称佛之后的一些故事 雕刻的非常精美 都是一些立体的塑像 但是呢 它的出家之前的 这部分的塑像呢 是保存的是比较完整 信息量也是比较大 但是它称佛之后的一些 还是有一些的破续程度 据说呢 当时阎音山在这里的时候呢 它是将这里一侧 变成一个火房 据这里的工作人员说 上次呢 还有这个烟熏火燎的状态 它这整个大殿里呢 是有这个二百多个塑像 还有这个三十 故事呢 是十分的巧妙 也都是一些 明代的塑像和建筑 在四家佛像两侧呢 有两种立像 这分别是普仙菩萨 还有文殊菩萨 在这个大殿两侧呢 还有这个土地点 还有奇兰点 土地呢 在古城也称色神 雕刻呢 也是十分的慈祥 两旁呢 有这个金铜玉 鲜蜜蜜蜜呢 它里面就是关公关羽 它值得难得是 它适当呢 也不是壁画 也都是一些立体的浮雕 雕刻了它一些故事呢 有鹿展庞德 陶渊三结义 等等等等 现在我们带大家去看看 地藏王菩萨的塑像 还有十殿阎罗 近年大殿之后呢 我们所看到的塑像 就是地藏王菩萨 我们所看到的颜色呢 是为金身 然后呢 后面背光呢 雕刻的全都是一些彩绘 和一个年幼 这个年长它是父子俩 这个年幼呢 还是这个年长的师兄 然后呢 在地藏王菩萨两侧呢 就是十殿阎罗 还有六朝判官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 十殿阎罗它的形象呢 并不是那么恐怖 它所在的塑像呢 也都是明朝这个官员的塑像 然后呢 在它们的下侧 还有这个十八层地狱 是一些小鬼 也是十分的恐怖 在以前呢 这些塑像呢 它都是有彩绘的 我们现在 因为年代久远 看起来是比较单一 它是因为有些偷色 在地藏王菩萨 它的宝座之下呢 雕刻的也十分精美 在中间呢 有一个小动物 这就是菩萨的坐骑 也就是地厅 在两侧呢 分别是牛头马面 我们所看到 它牛头马面 因为这个年代久远呢 可能是面部 损坏的是比较严重 在这个十佳殿一侧呢 它就是罗汉殿 它这一处罗汉殿呢 是为这个宋代的一些塑像 非常难得 更难得的地方呢 是我到里面所看到 它的里面形象呢 并没有我们以往看到那种 佛的非常壮严的形象 而且特别贴近 我们一些人的生活 而且呢 是每一尊罗汉的这个形象 还有面部表情呢 它都不一样 这个十八罗汉呢 在以前它是十六罗汉 在后来呢 祥恩复古才加了进来 其中还有一尊罗汉呢 我们进来看到 它是在这个菩萨身旁 它是坐了一把椅子 这尊罗汉呢 它叫罗侯罗 它也就是佛祖的儿子 我在里面看到罗汉形象呢 它是有高有矮 有胖有瘦 有喜有怒 特别是像我们生活中的人 还有在一个角落里呢 它还有这个 一个喝醉的 正在指另一个罗汉 还有两个罗汉 它之前在小打小闹的 一些交流 都刻画了十分的生动 它这些所有的 树像的面目表情呢 都没有那种 非常的威严怒目原尊 都是特别像我们 这个身边的一些人 它每一尊这个罗汉象呢 都非常有意思 其中有一尊罗汉呢 它是阿斯多 它是一个哑巴罗汉 说到的 在以前呢 它是有彩绘的 把它的胸前 涂成红色 现在呢 还是隐隐约 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面目表情呢 做的也是非常的好 刚才呢 遇到一个朋友 他来到这里呢 也是不想走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它的钟楼和鼓楼 在往后走 还有一处院落 这一处呢 也是非常的精美 然后呢 我们看到是一棵槐树 这是唐槐 也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在它旁边呢 还有一棵小槐树 这并不是后期所种的 还是当时 它自己生出来 一个小槐树 然后这处的主殿呢 就是大雄宝殿 在它两侧呢 有这个千伏殿 还有这个菩萨殿 都非常好 我待会进去看一下 前面这座古碑呢 它就是记载了 这个双林寺 它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也就是这个寺庙的 一个见证 整个大殿呢 非常古朴 我们在它外面 看到一些彩绘 这些在以前呢 它都是有 非常清晰的彩绘 现在是一些 非常隐隐约约 这个菩萨殿 进去之后呢 是非常壮观 它主动呢 是一个千手观音 坐在这个莲花宝座之上 整个的千手观音呢 它雕刻是十分慈祥 然后呢 它实际上颜色呢 也非常简单 是分为这个 红色 绿色 还有白色 但是呢 它这个颜色呢 是经过了很多年 都没有掉色 特别是它的嘴唇 它的嘴唇呢 是一种特色的染料 然后呢 可以保守很多很多年 还是上百年 都不至于脱色 然后呢 在这个大殿内侧的满壁呢 都是这个菩萨像 它这个不是这个壁画 也不是普通雕刻 全都是玄雕 全都是一追追的 这个菩萨像呢 立在那里 而且呢 它的身体呢 全都向前倾 它这么做 目的呢 也非常好 因为整体看起来 会非常的好 还有呢 它会避免这个 当地地区的一些封杀 满壁呢 都是这个诸天菩萨 有这个十五百尊 非常的壮观 都是一些彩绘 然后在门一侧的大梁之上 它有一个浮雕 它就是雷镜子 还十分有意的是 在这个菩萨像 它两侧呢 有这个龙女 还有三少通子 在它后面 还有这个龙女 和三少通子 他们小时候的样子 这里呢 是千枝百代 由这个群仙聚会 非常非常的漂亮 和美丽 这些呢 也都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现在看起来 也是非常精美 牵手关于 它嘴唇那种 颜色的燃料呢 据说比金枝还贵 但是是非常非常漂亮 到我们现在来看呢 也是非常鲜艳 但是它确实是以前的东西 在这个菩萨店 对贡呢 就是千佛店 它里面呢 也是这个满壁的神像 但是也有不同的特点 然后最前面呢 就是大雄宝店 整个大店呢 非常气派 它是一个五开间 整个大店的大梁 木柱 还有梅窗呢 都是一个木质材料 上面还有斗孔 下面呢 是这个平齐天花 大店和梅窗呢 现在看起来 是没有任何的彩绘 看起来非常非常古朴 大雄宝店里面 佛像呢 也是为明代的真品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精明安丽的 是一尊 鸡影佛 然后呢 就是三尊佛像 三身佛 在这个三身佛的两側呢 分别为这个 普仙菩萨和这个 文殊菩萨 整体的树像呢 也都非常的高大 这个文殊菩萨 还有普仙菩萨 它身边的彩绘呢 是非常漂亮 非常鲜艳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 三身佛呢 看到它是 成了一个 C红色 很多人都以为呢 它是木雕 其实并不是 它也是这个泥台树像 是因为这个年代久远呢 可能身上的颜色 已经脱掉 才会变成我们今天 所看到的一个形象 这个大店呢 也是这个整个的 双林寺最气派 最高大一处建筑 非常壮观 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双林寺的 很多佛像 还有葡萨像 都看了很多 它们和以往我们 所建筑的一些形象呢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雕刻的都没有 那么的威严